第九届海峡两岸曲艺欢乐会 9月11日至14日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举办 期间不仅举行 牡丹芳华中国曲鞋送欢笑慰问演出 海峡情深海峡两岸优秀曲艺节目交流演出 新火相传两岸青少年曲艺交流示范演出等多场演出 从已30余年的叶宜君 是台湾少有的女评书表演艺术家 也是大陆评书名家田园园的弟子 在9月12日晚间举行的海峡情深海峡两岸优秀曲艺节目交流演出中 她与台北曲艺团象征演员吴佩玲 大陆青年象征演员李丁合作演艺象征左右为难 获得了众多喝彩 我认为海峡两岸欢乐会 在曲艺这个部分做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工作 它搭建起一个平台 让我们两岸能够在曲艺方面获得非常棒的交流 一方面我们在创作的这个方向上 就会构思如何更加的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我们大陆的朋友都能听得懂我们台湾的作品 变成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大的目标 二一个就是我们也很想跟大陆的名家们一块的合作 创作真正两岸水乳交融的作品 而不是我们展示一个 他们展示一个 而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更加的紧密亲密的 把这种文化的沟通更深层深入的扎根下去 记者了解到 今年的海峡两岸曲艺欢乐会 共有来自台湾的25位曲艺艺术家专家和演员参与其中 台湾少数民族特色节目阿美收唱 在欢乐会的舞台上首次呈现 小伙子雄壮的舞步 加上姑娘们婀娜的身姿 让大家耳目一新 我们唱的是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歌曲 那我们就比较自然 那他们的就是也是一样也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唱出自己不同的文化这样 都会互相被影响到 就是可以吸收到不一样的文化 在9月13日晚间举行的牡丹芳华 中国曲街宋欢笑未用演出中 陈寒柏 王敏 郭达 江坤 戴智诚等曲艺名家轮番上场 精彩节目令人应接不暇 现场不时爆发振振掌声 在我们这次到南岸来 到这个泉州来 这么多的演员汇集在这里 而且是两岸的演员在这里共同献疫 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同宗啊 同祖啊 同文化 两岸一家亲 那么就是在我们 这个一个小小的两岸欢乐会的这个品牌节目当中 已经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我希望他呢继续能够持久的把它搞下去 真正的让我们大家在欢笑当中 来体验这个两岸血浓于水的 那么这种民族情感 据了解 海下两岸曲艺欢乐会 明年在福建和台湾交替举办 此前已成功举办八戒 9月13日晚演出前 中国曲艺家协会秘书长许华江 为南岸受与中国曲艺之相排便 这也是福建省第二个获得此殊荣的县级市 今年确实也是这个世界上 确实安排的也是很巧合 因为正好又改行这个是在中秋啊 通过这种交流能够积早的 让我们海上两岸人们早日贪圆 我觉得这个还是意义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大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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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